大家好我是布萊 剛過完新年 非常多的案子都在最近完成 算一算Sony A73我買了超過半年 我去了阿斯加還有幾次的登山行程 當然拍了一些分禮 還有商業單跟一些評測 也差不多熟悉了A73的操作模式 以及我自己設定的一套拍攝方法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半年 A73 A73 A73從開拍到現在一直都是熱銷的機種 因為它的定位在於攝錄兼備 都不是最好 但是都足夠使用 跟過去我使用的一般單反相機來比 機身是變小了 但是我還有大量的鏡頭需要透過轉接 所以體積的優勢我幾乎體會不到 目前我出的都是搭配282-300這顆旅遊變焦鏡頭 轉接過後拍照的對焦速度 依然是非常快 但是光圈較小的關係在低光環境下 對焦就比較不容易一些 翻轉螢幕是許多拍攝時非常重要的設計 不過這螢幕需要較大的視力才能把它翻出來 在戴手套操作時會非常困難 所以我自己貼了一盆膠帶 來當作螢幕的拉動把手 這暫時是我的解決方案 C1-C4的快捷鍵可以針對拍照或者是錄影來做設定 為了避免搞混我把拍照跟錄影的模式快捷都設定相同 我的設置為C1白片控制 C2是對焦放大 因為我很常使用手動對焦 不管是拍照或是錄影使用率都非常的高 C3-C螢幕以及視窗的切換 C4則是音量控制 音量控制在拍照時是無效的 但是在拍照模式下按錄影鍵 它就會切換成錄影模式 音量控制它就可以馬上使用 這在旅遊拍攝時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拍照錄影還要靠轉盤來控制就太麻煩了 一般我在拍照模式下 可以幫快門使用高速的相位對焦 在需要錄影的時候只要按下錄影鍵 我就可以進入錄影模式 甚至連PP風格都可以直接做開啟 Sony一直以來都是給消費者非常大的制定空間 但是很可惜的是 聲音除了沒有自動音量控制之外 也不提供音量的限位功能 所以在聲音的處理上要格外小心 以免拍到報音而無法救揮 另外轉盤快捷鍵 往左邊 我是設定為APS以及FF的切換功能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可以讓你的影片直接隔方拍攝 如果你已經預計了這個畫面是要放大的 那不要猶豫 直接隔方拍攝 2400萬畫素 在4K錄影中是綽綽有餘 但是在錄影中它是沒辦法做切換的 那拍照切換就是直接幫你做隔方裁切 如果你使用APS鏡頭 一定要急的切換 不然多出來的像素 只是浪費你的記憶體容量而已 自動排平衡平白的設定 對於婚禮的拍攝是非常具有優勢 基本上開啟這個擺明功能 大部分的色彩都可以直接做使用 電池的使用非常的足夠 可以加上外掛的行動電源 一場半天的婚禮紀錄 除了需要幾個穩定器的畫面之外 其他我都掛著行動電源做拍攝 出油的電池如果即將耗盡 我也是插上行動電源 然後直接充電 在短時間我就可以獲得一定的電量來進行拍攝 之前我找不到的充電燈 它就藏在USB口的旁邊 我帶來A73拍了許多的星空鎖匙 但是它沒有內建鎖匙的設定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我不放這種功能 這樣我拍攝還需要多帶一個電空快門線 也有幾次因為忘記帶快門線 所以我就沒辦法拍攝了 裡面有提供SNQ的拍攝模式 有點類似縮時攝影 它會自動幫你形成一個影片 但是就沒辦法達到 兩千四百萬畫素的超高畫質的縮時效果 開始縮時最怕的就是影響快門的壽命 A73的電池無聲快門 它是不會用到極限快門連 除了提升快門的壽命之外 在一些隱密的拍攝環境下 或者需要安靜的環境下 它可以展現絕對優勢 例如婚禮中有一個重要的橋段 新人拜別父母時 會跟父母說一些感謝的話 一些高階的反反 它的快門聲故意做得很大聲 在這個時候快門聲死期 錄影的收音就是琵琶琶琶琶琶的快門起落 像是Canon的後期 它就推出了靜音快門的解決方案 它除了可以降低震動跟快門聲響 但是還是遠不及這個無聲的電子快門 機身防震可以適配在所有鏡頭上 可以將一些便宜的定調鏡 也搭載防震的功能 像我手上有一顆三氧的定調鏡 它沒有提供電子訊號給相機 所以相機會沒有辦法判斷所使用的鏡頭 機身防震裡面有一個設定可以手動調整 鏡頭焦段 因為不同的鏡頭焦段 對於抖動的範圍會不一樣 所以在配置這類型的鏡頭時 要記得去設定所使用的焦段 最後我想說 A7真的是吸塵器附身 一般的單反在關閉時快門點都會合上 所以入層的機會少很多 但是無反的設備 CMOS它就是全開啟的狀態 A7 3利用防震系統 然後把灰塵搖掉 我只能說沒啥用處 有9層以上的灰塵是抖下來的 我靠吹球還比較容易一些 那一段時間還是要自己做CMOS的成年清潔 要克服這樣的問題 我使用了STC的CMOS保護鏡 因為我擔心這片玻璃它會不會造成光軸 或者是邊緣畫質的衰減 警光耀光 以及邊緣畫質測試 還有漏光的測試 幾乎是沒有感覺 所以我就安心的來使用這片保護鏡 但STC也會更進一步的把濾鏡的邊緣做好密封 將漏光的可能性完全消除 往後再清理CMOS也就不必那麼膽大先進了 這次就來看讓人開始收到很明顯 我們有一個架對的 但是我們可以通常留意 就要把濾鏡有些人做到了 倒楣的堅塞 卻了一點真的 是在一步的地方 我要任 Polg 興唯一或在一步的地方 我們是來的 好東西 但是在這些地方 我會選擇 太多塊 所以這個地方 來自然 這是我半年來使用的A7-3一些心得 如果有什麼想知道或者是建議的 可以寫在下面留言 幫我們點讚分享 讓布萊爾更有動力來繼續做下一支影片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